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的一些瑕疵给挡掉 然后让别人看上去你好像是没有化妆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因为我刚才已经上了妆前乳 还有benefit的防孔精英 那么接下来我就上粉底 粉底呢我用的是ysl的女神逆龄的粉底液 色号是b20 然后今天用的刷子呢 是我上次介绍了elf家的Ultimate Blending Brush 因为这个刷子的毛发比较密集而且松软 可以打造一个比较清新轻薄的一个妆感 然后用打圈的方式把粉底预染开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用的是 Maybelline的Master Concealer 20Lite这个色号 点在我的眼部的下方 然后用Ultekniks家的Sponge去把它预染开 然后用的是点压的方式 如果大家觉得还有什么瑕疵 像我有痘痘什么的 我就会再加一点 然后再用相同的方式去把这个痘痘给遮掉 然后接下来呢 我用的是Mavelline的Femi Concealer 15Fair这个色号 来做眼部的提亮 然后刷在我的法令纹 下巴的位置 还有我T字的部位 我还是用Real Techniques家的Sponge 去把它预染开 也是用点压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用Urban Decay的Eye Primer 去做眼部的打底 然后用手上的方式就可以了 把它绝对涂抹开 然后接下来我就上眼影 眼影我用Too Faced Matte Eyeshadow Palette 然后我用的刷子是Sigma的E25 先用最浅的白色去打我整个的眼窝 并带过我的眉骨 然后接下来我就用第二个浅棕的颜色 刷在我眼尾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左右都是一样的 刷三分之一的同时 然后带过我眼窝的那个缝的位置 一并刷开 晕染完之后呢 我就会用Sigma家的E30 Pencil Brush 去沾取最深的那个深棕色 然后在我的颜位进行晕染 然后稍微带过我的双眼皮 折这个位置往前一点 晕染完之后呢 我会再拿E25这个Blending Brush 沾取最白的那个色号 刷在我整个的眼窝 让我的眼影的那个刷痕不要那么明显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上眼线 还是用Styla的眼线液笔 然后这次的眼线呢 就不要做拉伸了 就刷到我的眼尾结束的位置 然后画一条细细的眼线 贴近睫毛的根部 像我画的时候啊 画眼头的时候 不小心眨了一下 然后现在眼头就会 多出来一点眼线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用Alf家的Remove Pen 把那个地方给抹掉就可以了 相当于一个修改笔 然后右边呢 我现在就把 还有一点空白的地方填补掉 然后右边呢 就完成了 现在画左边的眼睛 还是一样贴近睫毛的根部 然后画一条细细的眼线 不要做眼尾的拉长 尽量的不要有空白的地方 画好之后呢 就要左右的看一下 看一下两边的眼线 有没有画的一致 有没有一边粗一边细 对比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上睫毛膏 用的是Benefit的Rola Lush的新出的睫毛膏 然后从睫毛的根部开始刷 这次呢 我会刷两次的睫毛 这次是第一次 刷睫毛呢 是一个比较细致 然后需要有耐心的活 但有的时候刷睫毛 会不小心粘在呢 那个眼皮上 其实没有关系的 等那个睫毛膏干了以后呢 然后大家可以拿一个棉棒 棉花棒 然后把那个粘掉的地方 用棉花棒擦掉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上Mark Jacobs家的 212All Spoken这个紫色的腮红 我觉得这个腮红很适合日常的妆容 很适合裸妆 用的是Ecustomatic家的Blush Brush 然后接下来我就画眉 眉毛我还是用爱丽小屋的眉笔4号 我还是顺着自己的眉型去画的 按照自己的感觉 然后找到眉毛结束的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眉毛都是自己修的 所以说每个人的那个眉型都不太一样 其实大家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眉型去画 然后尽量就画到两边对称就可以了 然后画完之后再用后面那个刷子刷一下 让它稍微自然一点 画错了没关系 就用棉棒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刷鼻影 鼻影我还是用Kate家的那个浅色的眉粉去刷鼻影 不要刷的太深 刷完鼻影就刷修容 我今天用的是Mac家的Shadow这个修容 一样也不要太深 浅浅的一个修容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上高光 今天的高光用的是资深糖的WT905白色的高光 然后刷在我梯子的部位 颧骨的位置还有下巴 我觉得这个高光很适合裸妆 最后呢我就上一个唇部的唇釉 用的是George Armani家500这个色号的唇釉 因为它是一个雾面哑光的效果 比较适合裸妆 我最后还要再上一层睫毛膏 上完这层睫毛膏之后呢 我就会拿一个睫毛夹去夹下我的睫毛 让我的睫毛变得卷翘一点 最后千万不要忘了用定妆粉定一下妆 今天我用的是NYX家的HD Powder Banana的色号定妆 刷在我爱出油的位置 然后最后的妆容就完成了 然后用梳子把头发梳开梳一下 然后我的妆容就完成了 就是今天的裸妆的效果 最后的妆容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其实还是会选择一些稍微哑光一点 然后稍微淡一点颜色的一些彩妆品 然后让自己的气色看上去 其实跟你可能说你原本的气色相接近 但是又不会太过的艳丽 那希望我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